火跟火,我會跟我男朋友打炮說愛 那不代表我大便的時候 我想要給他看我全裸 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事情 我們昨天會有一些保留一些影子啊 而且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今天只要看一下手機 就可以讓對方的不安全感 徹底消失的話 連這麼一點點你都不願意去做 你怎麼有資格說你愛對方 所以要從根本解決問題 應該把手機放下來 好好討論你們 那我想請問一下 換你今天覺得看手機 火跟火,我會跟我男朋友打炮說愛 那不代表我大便的時候 我想要給他看我全裸 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事情 我們昨天會有一些保留一些影子的空間 如果今天我們在交往 你願意給我看 然後我願意看的話 那不就是 太結合嗎 對,因為我們和大便 對不對 如果我們接受 為什麼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先真正確一下 我在覺得說你媽的世界是 拍著他 我曾經有個朋友跟我就是很好 大概五六年的好朋友 他十年的時候都是我陪他 後來他交了女朋友之後 因為覺得我長得太賤了 他身邊不應該有那麼漂亮的女朋友 所以呢 剛才講到幻想症的部分 我覺得也應該是好女生 但是我們原本是個好朋友啊 你看他是因為他女朋友的疑心病太重 我失去了一個那麼好的朋友 你會覺得這就是他本人 就是女生 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你們的另外一集 如果手機影片 沒那麼多隱私的話 陳冠希的影片就不會外流了 但是如果今天大家互相 彼此允許說我互看的基礎 陳冠希就不會把這些影片 存在手機裡面了嘛 互相同意為什麼不行啊 你看到你的伴侶 沒有陳冠希的影片 好 OK 我就奧奧奧奧奧奧奧 你認識陳冠希啊 來看他多年影片 發現他可能喜歡玩花板 然後你也想說 那你也可以就來嘗試一下 這樣不是也不錯嗎 他真的不覺得 你不覺得聽起來很可憐嗎 他喜歡花花板 你需要透過手機才能知道嗎 他喜歡什麼牌子啊 對啊 喜歡什麼牌子啊 多知道資訊 有利無弊嘛 你平常要靠手機才知道這些的嗎 問啊 你有最大人 你不敢問 那個花板好尷尬喔 我不敢問他 花板喜歡這個牌子的 我真的要說什麼 也不是那邊女生 我喜歡陳冠希 就是因為你聲音很吵 但是你覺得說看完的話 是會讓他更多安全感的 可是有時候會不會 因為你看到了什麼 然後不小心誤會對方 讓你們有一些嫌棄呢 會 有啦 會 等一下 不是 不會取暇 不是 有什麼故事嗎 比如說我有的時候不想 沒有 我覺得照哥應該是 會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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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開來不就好了嗎 對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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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手嗎 我可以離婚嘛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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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私下講的 不要 不行 我們結婚就結婚了 基本上要挽留 我們不去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采的辯論喔 各位朋友 Now變風向 趕嘴就來變